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包含的草案总共被224篇 比先前多出137篇 但是具体细节并未对外公布 不过 该报称 古巴新宪法将承认自由市场制度和私有财产 这可能意味着 尽管宪法重申国有企业仍然是整体经济的支柱 但那些刚刚起步的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也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除了承认私有财产 新宪法还将限制古巴领导人的任期 每建议期五年 可连议一次 并通过设立总理 直 将原首权与新政权分离 去了解 古巴新宪法草案将于下周交由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进行投票 今年下半年 将进行公民投票 如果通过了 新宪法将取代现行的1976年通过的宪法 来源 海外网作者 李蒙本期编辑